近日 四川男子王某在微信上谎称售卖口罩 先后诈骗了24万 温州路程警方通过侦查锁定了王某的落脚点 并规劝王某到温州投案自首 温州市民林先生报警称 他在微信上购买口罩被骗了18万元 经警方了解 林先生在温州市区开了一家餐饮店 亲戚朋友委托他帮忙采购口罩 2月14号 林先生通过熊猫平台的游戏主播认识了嫌疑人王某 王某称认识口罩厂商 并且提供了一系列证明资料 获取了林先生的信任 王某也确实把自己的身份证 包括口罩厂的口罩的生产性 口罩的外包装 口罩的合格证 包括口罩做好的仓库里的一些情况也发给林先生 林先生核实王某的证件信息后 以3块钱每只的价格订购了1万只口罩 两天后 王某以口罩货源被管控为由 退还了林先生的货款 我们的林先生就对犯罪先生王某产生了信任 降低了自己的警惕心 因急需口罩 几天后 林先生再次向王某购买了1万只口罩 王某承诺2月24号发货 到了24号 王某表示有20万元口罩现货 询问林先生是否追加订单 于是林先生陆续订购了6万只口罩 并通过银行卡转账和支付宝 分次支付货款共计18万元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王某收到货款后 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和退款 林先生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于是报了警 通过微信账号和转账记录 民警排查出王某的身份和落脚点 在民警的规劝下 王某近日从四川成都包车出发 途经湖南 江西 福建多省 历经两天到达温州投案自首 我特意跟他交代 要做好自身的防范工作 戴好口罩 然后把他时刻的路信 位置随时发送给我 犯罪嫌疑人王某是成都人 22岁 据他交代 自己通过网络实施诈骗 温州 四川 云南等地的多名受害人上当受骗 诈骗所得共24万元 这些钱全部被王某用于网络赌博 1818红金眼综合报道